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联合直播 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本节目在台北恐怖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天下午3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讲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基本上我们环绕着一个主要的世界 那就是日本跟清朝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前后 让我们把它都弄清楚了 也大概就能够了解 大概从1860年代开始 一路到欧战 也就是1914年爆发之前 这段时间当中 因为日本的崛起 因为日本的违心 再加上中国的各种不同政治 以及社会上面的骚动 就使得原来的东亚史的局势 彻底的改变了 在甲午战争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 那是发生在6月26号 1894年 这个时候 日本的代表 大鸟归剑 他就去见了 韩国的国王高宗 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他要弄清楚 这个任务是他要逼韩国 确认究竟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还是清朝的反属国 当然意味着 日本需要韩国 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用清朝 侵犯了朝鲜 韩国的独立地位 来升高跟清朝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紧张 还有冲突 这个问题 却是让朝鲜的朝廷 陷入的恐慌 讨论来讨论去 一直没有办法 有一个清楚的结果 大鸟就接到了 日本政府的训令 也就是说 除非能够摧毁 清朝的影响力 就没有办法 在朝鲜实施改革 所以就把这整件事情 联系起来 到了6月30号 朝鲜的朝廷 终于声明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这边开始 情势就急转直下 7月3号 在得到了朝鲜市 独立国家的 确定回答之后 大鸟 他夜见了朝鲜的国王 接着提出了 对于朝鲜行政财政 司法 军制 还有教育 进行改革的 种种的提议 朝鲜政府 这个时候 仍然有保守的 士大党控制 他们很害怕清朝 而且他们非常的保守 也就对于 把改革的意见 是听不进去的 不过 大鸟这个时候 不一样了 因为自从 朝鲜宣布 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之后 在日本的后方 整个政治的局势 乃至于社会的气氛 都已经倾向于 愿意要跟 清国 跟清朝一战 这个时候 态度最为激动的 是 松芳正义伯爵 他7月12号 拜访了 伊藤博文 就是要去表达 对于伊藤博文 所领导的内阁 这个政府 竟然 迟于不绝 一方面 表示担忧 另外一方面 表示谴责 建了 松芳正义之后 伊藤同意 考虑 松芳的意见 意思就是 立刻 尽快的宣战 不过 伊藤 他提醒 松芳正义 因为他只是一个贵族 他并不承担 政治责任 可是 伊藤 他作为一个 总理大臣 他需要有好多方面的考量 其中一个考量是 究竟这场战争 能不能打得赢 如果万一打输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情 是他也必须顾虑的 那就是天皇的态度 其实这个时候 明治天皇的态度 是反对开战的 依照最后内阁决定宣战 其实天皇都不是完全支持的 要到军队在朝鲜登陆的时候 开始游了前面一批军事胜利 天皇才算 等于是放了心 才愿意支持 对清朝的战争 在天皇 还有伊藤博文 他们心里面 另外一个考量 这是 松芳正义 不需要考量 或没有考量到的 那就是 这个时间 真的 其实不是 非常的方便 1894年 真是对日本来说 多事之求 除了朝鲜所产生的 紧张局势之外 那么长久以来 从明治维新开始 一路就是在天皇 还有日本政府的心目当中 最首要 施政首要的 其中的一个选项 那就是处理 跟外国的不平等合约 尤其是 自外法权的问题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1894年的4月 英国政府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也就是在处理 自外法权 放弃自外法权上面 最顽固 而且态度 最坚决的这个国家 他们终于批准了 新修改的条约 所以呢 英国等于是英国带头 他即将要成为第一个 给予日本平等地位的 大的国家 这背后牵涉到了 英国自己本身的 政治的变化 经过了改选之后 英国产生了一个 新的内阁 也就产生了在近代史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 那是William Gladstone William Gladstone 担任了首相 所以他对于过去 旧有的政府的虚拟多做法 做了全盘的彻底的翻新 跟检讨 所以他愿意 放弃自外法权 然后呢 给予日本相对的平等地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日本却又开始 因为朝鲜的问题 跟清朝陷入到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爆发 军事冲突的局面 这是天皇之所以 不支持战争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场战争就不只是牵涉到 朝鲜 更重要的 就掀起了日本 去解释 乃至于护卫 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运动 走在最前面 看到最清楚的是 例如说 重要的大思想家 这个时候也是 日本微信的大宣传家 福泽一集 福泽一集 这个时候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解释 为什么必须要 对清朝一战 这是为了要唤醒清朝 而且清朝要能够改革 必须要推翻 名完不灵的 这种满洲人的统治 因为满洲人完全不了解 什么是从西方一路下来 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 这种启蒙运动 而且清朝在自己封闭 也就算了 他们还要干预朝鲜 让启蒙的思想 不能够传递到朝鲜 如果清朝这样的一个大国 加上他所控制 他试图要影响的朝鲜 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启蒙 开化 那么这对于亚洲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危机 一定会连累伤害到日本 更进一步的 就阻扰了全人类 整个世界的进步 1894年8月 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用英文写作 这个时候他是第一流的 在英语世界国际上面 对日本的立场 予以解说 跟予以宣传的人 那就是内村剑山 内村剑山 他的文章标题叫做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Korean War 战争 在他的日文 这叫做朝鲜战争之义 之正义 他确信日本跟清朝之间 所发动的这场战争 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决定了 要把进步之道 作为东洋的法则 正如同西洋 长久以来遵循的那样 因为这场战争 即将要决定 究竟东洋会以进步 就像西洋长期以来那样 作为主要的价值 还是那样一种 落伍退步的风格和原则 会永远横更在东洋 波斯他就远硕 从波斯帝国 加太基西班牙 一路到保守的清帝国 他们都是选择落伍退步 不进步 抗拒启蒙 抗拒进步 如果日本可以在这场战争当中 胜利的话 那么就不只是日本的意义 日本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是对于他当时称之为 叫东洋六亿人口 对于这六亿人口来讲 日本的胜利就代表了 政治自由 宗教自由 教育自由 以及通商自由 这就意味着 内村建山 他所进行的国际宣传 要把日本的这场战争当作是一个进步的正义之战 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引发西方人对于日本的疑虑 以及对于日本的反感 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 他们不能够承担 西方人看到日本战争或者是战争视之为野蛮的行为 因而就反悔了要给日本取消自外法权的平等地位 这场战争开打了之后 在军事上面 基本上日本是节节的胜利 这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已经说过了 不过这胜利不完全是没有代价的 日本跟清朝的战争 从正式的外交的角度来看 那是爆发在1894年的8月1号 日本对清朝宣战 天皇当时仍然有疑虑 但他毕竟必须要对军队颁布的斥令 要求他们能够尽心尽力 为皇国而努力 然后再下来 有了一连串的外交上面的行为 其中包括了清朝委托俄罗斯出面 希望能够跟日本协调 但被日本拒绝了 到了8月26号 日本在半强迫的情况底下 跟朝鲜签署了一个同盟的条约 约定两国协同合作 把清朝的军队驱逐出朝鲜的领土 来巩固朝鲜的独立 所以我们就知道 前面一定要由朝鲜来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不是清朝的蜀国 就是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立场能够成立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天皇也就越来越牵涉在整个战争当中 到了9月8号 又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团结日本势力的行动 那就是天皇下令 把由他自己担任这种象征性的军事领袖 这样的一个大本营 他要从原来的东京皇宫当中 把他牵到广岛去 也就意味着在象征的立场上面 这是御驾清征 当然天皇不可能离开日本的国土 去到清朝或者去到朝鲜 或者去到中国 但是把大本营从东京移开 牵到广岛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了 所以战争就用这种方式展开了 在展开了之后 军事上面 日本节节胜利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曾经描述过的 然而这场战争 还有很多从日本内部的角度来看 有一些曲折 日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继续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在1894年所爆发的 我们称之为叫家务战争 日本跟清朝的这场战争当中 从日本名字为新的整个效果来说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忽略 那就是对清朝的战争当中 日本的对内宣传 特别标局了一些英雄 这些英雄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 他们有一些共同点 例如说当时声明大早 一个叫做白神元次郎 他是据说在战斗当中 他身中子弹 但是继续用他的号角 吹着进攻的讯息 直到用尽最后的一口气 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他的嘴唇还贴在军号上 另外白神元次郎 最特殊的一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出生于武士阶级的人 在这场战争当中 大多数被凸显出来的英雄 都是出生卑微的人 但凸显了这些士兵 他们表现出 一直到历史这段时间当中 本来在日本人心中 只有武士阶层 才具备有的那样的一种 无勇的精神 所以这就证实了 全体日本民众 都具备勇敢跟忠诚的德性 换句话说 在内部的社会效果上 这场战争让日本 从原来的那样的一种 阶级森严的传统社会 进入到一个更普遍 公民意识的现代社会 是大有帮助的 把贵族 武士 还有平民之间 原有原来所存在的 不只是社会阶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 跟精神价值有关的偏见跟歧视 把那个壁垒 也都予以打破 不过在军事战争 一路进行顺利的情况底下 很快的却发生了一件 波折 这个波折 完全不在日本军方 不在伊登博文 所领导的内阁预期当中 那是到了 1894年的年底 在日军攻陷了 吕顺之后所发生的 吕顺是清朝北洋水时的最重要的港口 它的防御非常的坚固 在过去十几年来 清朝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很多的精力 在这里建造防御工事 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前 吕顺因为他的现代化的建设 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三大要塞 在吕顺呢 驻军超过一万 而且呢 拥有大概150座的炮台 是在1894年的11月22号 凌晨半夜的时候 日军发起进攻 在第一道防线上面僵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不久 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之后 清朝的抵抗就土崩瓦解 尽管吕顺被号称防御工事非常的坚固 还是在一天当中就落入到日军的手里 然而在日军攻陷履顺之后 没有多久 有一位泰晤士报 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 叫Thomas Cohen 他亲眼目睹了 日本在履顺的种种的行为 他在11月29号 他从履顺到了日本 到了大本营所在的广岛 而且呢 他就约见了当时的外务大臣陆奥 这个Cohen为什么要约见日本的外务大臣呢 因为他在履顺看到了非常非常恐怖的急况 他跟外务大臣陆奥说 日本在攻进了履顺之后 有非常粗暴的行为 残杀俘虏 还有平民乃至于妇女小孩都有被屠杀的 Cohen他用这种方式 先跟日本政府做了警告 到了12月3号 泰晤士报就刊登了Cohen 他所写的第一篇战争的报道 文章当中 以日本官方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作为开头 那就是讲到 就是日本政府的解释 那解释是说 因为清朝的军队 他们呢 一看战争状况不利 他们就把身上的军服脱掉了 换上了冥服 而且呢 隐藏了他们的武器 包括炸弹 所以在履顺 你搞不清楚 谁是军人 谁是平民 他们这些人呢 从屋里面向外开火 所以逼得日军认为 有必要歼灭他们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清朝所抓到的日本俘虏 他们把这些俘虏 有的呢 活活的烧死 有的呢 砍掉了手脚 看到这样的一种惨状 也就更进一步 激怒了日军 这是Cowen文章开头的写法 他说 这是日本政府的解释 接着 Cowen呢 就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日军进攻 然后获胜之后的四天当中 Cowen一直都待在履顺 这个时候 城内 依照他看到的 没有任何人在抵抗了 已经没有任何抵抗的力量 但是日军仍然肆意杀戮了 几乎他们遇到的每一个 中国的男性的居民 还有一些妇女跟儿童 也被杀害了 日军对于整个城市 进行了洗劫 这是泰晤士报的报道 这对日本政府来说 太重要 太困难了 因为我们也讲到 1894年 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这真的就是天皇最担心的 如果在战争当中 产生了对于日军 对于日本人 负面的报道的话 那英国 正要给日本的 这取消自外法权的 平等地位 很可能就被收进去了 于是 日本政府 积极的快速的 赶快动员 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回应 各式各样回应 只要有报道 他们就有解释 还不止如此 他们就开始了进行新闻收买 所以这种新闻上面的运作 很古老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直接用钱财 收买了一些外国的报纸 第一个 他们试图要收买的 就是大通讯社 路透社 要求路透社发布 对日本有利的新闻消息 再下来收了钱 而且也做了事 那是另外一个 美国的后来的大报 那个时候的报纸 媒体的地位 包括他们自我的 专业精神的坚持 都跟今天 都跟后来 非常不一样 所以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也收了日本的钱 然后 刊印了一些 宣扬 为日本做宣传的 一些文章 再下来 他们也 非常积极的 对于 可能报道 日本事务的 所有的 这些外国记者 都进行了 金钱收买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屡顺大屠杀的消息 虽然出去了 但是 相应的 他的 破坏性 在日本的 积极的阻挡底下 就得到了 限制 所以 在这样的一种 折冲底下 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虽然 屡顺大屠杀 让部分的 西洋人 感觉到 日本人 恐怕还不是 他们自己所宣称的 那么样的文明 但是 却在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日本产生了 正面的效果 那就是 他们发现 日本是一个 强大的军事的力量 或者是说 这个时候 日本已经具备有 西方式的 军事力量 所以 反而 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们对于 日本的好感 以及对于 日本的尊重 上升了 在美国居住过 而且拥有 非常丰富的 西洋的经验 也跟 内村建山一样 担负起 用英文写作 来跟西方人解释 什么叫做 日本文明 什么叫做 日本历史的 另外一位 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那是 刚唱天心 刚唱天心 是把 日本的茶道 用文字解释 介绍到 带到 西方世界的 最重要的一个 核心的人物 不过 在对于 甲午战争的 这个经过 刚唱天心 陈克金 写过一篇文章 非常明确的 去讽刺 讽刺 其实内在 有一种无奈 因为前半 他就在讲 当日本 成熏于 优雅和平的 记忆 换句话说 例如像他自己 这样去宣扬 日本 非常优雅 和平的 茶道 希望西方人 能够体会 能够欣赏 然而一转 当日本在战场上 赢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 主要是 对中国 清朝的胜利 这些西洋人 这些外国人 反而改口 认为日本 是一个文明国家了 所以这种 野蛮跟文明的 标准 评断 是如此的主观 或者是 如此的讽刺 无论如何 日本打赢了 对清朝的这场 重要的战争 接下来 就用 李鸿章 到了下官 跟伊藤博文 谈判 然后签下了 马关条约 作为 这场战争的 初步的结果 不过这只是 初步的结果 初步的结果之后 后面再研发出 许许多多 后续的变化 对于东亚史 既有的结构 产生了 进一步的变化 我们休息一会 后来继续说 这场战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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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 日本的军舰炮轰了流工岛跟日岛 到了日岛的弹药库都被摧毁了 清朝的抵抗意志几乎也就完全被消灭了 到2月9号中午 日军炮弹击击击击击击击远号的弹药库 靳远号爆炸 靳远号的舰长看到了这个状况 就命令炸成军舰 然后开枪自杀 这个时候 清军倖存军舰的这几位舰长 就力劝当时带领北洋海军的海军都督 海军提督丁汝昌应该要投降 不过丁汝昌命令他们战斗到底 其中除了丁汝昌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同意要战斗倒计 丁汝昌别无选择 这个时候他只好想 向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 伊东诱恨传话请求投降 伊东诱恨在这个之前 他就已经劝过丁汝昌应该要投降 所以到了2月12号的早上 北洋军北洋海军当中的正北号炮艇 悬挂起白旗 携带着丁汝昌 是伊东的正式请乡书 然后驶向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就是中岛号 丁汝昌为了保障清军和外国顾问的安全 愿意把威海卫地区的军舰跟军械交给了日本 到2月16号 丁汝昌做了他的绝命诗 留下了这首诗 表示愿意为清朝海军的势力 劝劝负责 随后他就服毒自杀 但是他的自杀 这个举动替他赢得了日本人的尊重 这个时候流传好多幅想象当中的 丁汝昌自杀的服饰会 其中有一幅是水眼连放他所画的 画里面丁汝昌手里面举着一杯毒酒 凝望着在港口燃烧的船舰 还有另外一幅是又田莲英所画的 他画的则是一个满脸七楚的男人 一边瘫倒在椅子上 一边读着自己刚写的绝笔书 绝命诗 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小瓶的毒药 得到了丁汝昌自杀的消息 司令长官一东又恨就命令联合舰队的船舰 旋起哀悼 并且禁止船舰演奏音乐 然后他还特别安排 让清朝的运输舰叫做康纪号 来把丁汝昌的灵鹫给送回去 所以日本舰队像这一位英勇的对手 因为他愿意负责最后选择的自杀 所以他们给了他一个相对是尊重的 葬礼 在这丁汝昌的灵鹫的康纪号 缓缓地驶出威海卫的港口 所有的日本的船舰都降半旗 康纪号起航之后 伊东的指挥舰明放起礼炮 停靠在威海卫的欧洲的军舰 也随着降了半旗 这是对于丁汝昌这位已故的海军提督 他所表现出来的负责任 跟应勇的行为予以认可 当然等到威海卫战役结束 一切对于清朝来讲 绝对无法挽回 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各种不同的折冲 中间包括了李鸿章去到了下关 然后甚至遭遇到了暗杀的行为 最后签了马甘条约 但是马甘条约原来的最重要的条纹 是把台湾跟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后续的变化 那是1895年4月23号 俄罗斯德国跟法国的公使 就拜访了日本的外务次官林董 明白的告诉他们 这三国政府反对辽东半岛 由清朝割让给日本 三国这三个欧洲的强国 他们对于清朝都有领土方面的野心 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都怀疑 日本想要在亚洲进行扩张 俄罗斯是这个同盟的领袖 而且俄罗斯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坚定 他表示他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也就意味着必要的时候 动用军事力量 把日本势力赶出辽东半岛 所以这件事情 完全出乎日本政府的意料 4月24号 他们就紧急开了内阁的会议 伊藤伯文亲自拟了三个方案 当然第一个方案是最强硬的 不管三国讲什么 断然拒绝 三国的警告 第二个方案是召开列国会议 把辽东半岛的问题国际化 让列国会议来处理 第三 完全接受三国的干预建议 把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给这三国人情 让他们欠日本人情 在内阁会议上面 有趣的地方是 内阁会议上面一讨论 第一个案子立刻就被打消了 因为日本列岛的防卫 现在在空虚状态 精锐部队都还在中国 而且经过了十个月的战争 军队疲劳 军需缺乏 无法再战 所以不可能考虑第一项 那经过了讨论之后 原来内阁会议的决议 应该要采取第二项方案 也就是把辽东半岛的问题 更计划 可是很显然 在内阁会议之后 另有一些考量 在内阁会议之后 另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 其实就在于 日本人到现在 对于自己打赢了清朝 然后能够要升到 一个国际强国的地位 是没有把握的 日本仍然认为 打胜了清国 并不表示 他们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对抗 可以抵挡 俄罗斯 法国跟德国 所以最后 日本政府真正采取的是 第三个方案 这虽然是一个屈辱的方案 所以在内阁会议上面 不能留下正式的记录说 那我们就接受 人家要我们把 已经咬到口里的 辽东半岛给吐出来 可是实质上 他们完全接受了 这三国强迫干涉还僚的要求 然后就放弃了辽东半岛 换来要求中国 给予更多的赔偿 这是马关条约的一项后续 再下来另外一项后续 也就是台湾上到了 东亚时的重要关键位置上 战争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日本得到了台湾 于是必须要再把军队派到台湾去 所以就派了海军大将 华山之济 他要从清朝官员的手里面 去接管台湾岛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清朝是动了手脚的 华山之济 他是在5月17号 离开京都 准备前往台湾就职 然后呢 这个政府 日本政府呢 派遣了敬畏师团 去负责接收台湾 敬畏师团是5月22号 跟5月23号 分批启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敬畏师团才刚刚离开日本 日本就接到了报告 说清朝政府在5月20号 就已经把跟政府相关的 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部撤离了 换句话说 他没有要打算在那 在台湾跟日本交接 台湾快速的就被清朝放弃了 已经进入到一种无政府状态 这无政府状态 就只好让日本自身来予以处理 所以华山之际 以及敬畏师团 敬畏师团这个时候 由北白山公 能久亲王 所指挥带领 他们在台湾登陆 就遭遇到 他们原本没有预期的 强烈的反抗 这是日本人第一次 跟台湾交接 而且就遇到了 台湾民兵的强烈的抵抗 这个状况究竟如何收拾 我们休息会儿 回来告诉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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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去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台湾进入到了东亚史 变成了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 不过要拿下这个殖民地 日本并不像原来预期的 他们可以从清朝的手里面 顺利的和平的接收台湾 清朝快速的在189年5月20号 从台湾退出 在这个时候 民间自主建立了台湾民主国 由唐锦松来担任总统 而且设计了黄虎旗来作为国旗 岛内大概有五万名原来的清朝的军人 还有大概五万名非正规军 也就是平民民兵 所以北白川公能久近王 所指挥的敬畏师团 在5月29号登陆了基隆 6月3号日军占领了基隆 可是很快就遇到了强烈的抵抗 第一次交战当中造成了民兵 大概200人的伤亡 一旦失败的时候 唐锦松就带领了大概1000名原来的清朝的军队 在6月6号离开了台湾 逃到厦门去 6月7号日本人进城进到了台北城 这中间包括了顾显荣 去带领日本人进入到台北城的故事 到了6月25号 基本上日军占领了北部地区 但是中南部反抗日军的战斗 仍然持续在进行 这场在台湾的战斗 持续的时间以及它的强度 远远超过原来日本的预期 一直要到8月3号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主要的军队登陆已经超过了两个月 日军才镇压了台北跟新竹交界地区的这些民兵 到了10月21号 日军的先遣部队 才终于攻入到台湾南部的重镇 台南 到这个时候 全岛才算是初步的平定 而且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 代价非常的高 虽然战斗的过程当中 只有396名士兵死亡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超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将近30倍 也就是10236名士兵 他是死于热带的疾病 更重要的是 死在台湾的 还包括敬畏师团的指挥官 南九亲王 南九亲王丧生在台湾 后来在台湾的历史上面留下许许多多的传说 不过日本 日方正式的记录 他也是死于热带涅疾 于是日本虽然失去了辽东半岛 但是他们终于取得了台湾 这是马关条约另外一个后续 日本没有办法用这么顺利的方式 接收台湾 而是他们必须再发动一次战争 打下台湾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在马关条约之后 必须由日本自己来处理 那就是跟朝鲜之间的关系 跟朝鲜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像原来日本所预期所想象的 本来希望说 在打赢了这场战争之后 朝鲜他们会基于日本维护 日本支持朝鲜独立国家的地位 而感觉到感激 所以就掀起朝鲜亲日的路线 乃至于让朝鲜跟日本 就可以结合成一种自然的合作关系 日本的军事 日本的政治跟军事的影响力 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朝鲜 然而在现实上面 日本人所遇到所看到的 那就是战争结束了之后 这些朝鲜内部的亲日派 在朝鲜非但没有得到 更多的政治的权利 而且还节节百退 相应的明妃 也就是明臣皇后 她在政治上面的势力 又反而更高了 以至于也就随着明妃 明臣皇后的她的政治立场 整个朝鲜走上了 反日亲俄的这种气氛 反日亲俄 这有一部分又来自于 因为俄罗斯出面 连结了德国跟法国 进行三国还聊 所以使得朝鲜更觉得 这个时候日本也没那么了不起 也没那么厉害 在面对欧洲的强权的时候 日本也只能够退让 所以我们干嘛要跟日本那么好 我们干嘛要投降 臣服在日本底下 我们可以去连结俄罗斯人 连结俄罗斯人 不是反而可以让朝鲜 得到更大的利益吗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日本就相应的也产生 日本内部如何对待朝鲜 也有了转变 原来对于朝鲜最为关心 而且在立场上面 最为维护朝鲜的是景上心 可是景上心在这样的一个反日轻恶的氛围底下 景上心处理朝鲜的事物就在日本被视为是失败的 所以他就被放到第二线 而这个时候就找了一个军事的人物 叫三浦五楼 他就被任命为驻朝鲜的特命 全权公使 这个是1895年7月19日的事情 三浦五楼其实不是一个外交官 所以对于这个职务 他其实是抗拒的 但是一方面他没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另外一方面他也搞不清楚说 那我如果到了朝鲜 我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日本政府在善的施压 他只好接受了这个角色 这个任务 但是他就是要弄清楚政府的意图 到底是要真的让朝鲜独立 还是主要要吞并朝鲜 还是要跟俄罗斯共同控制朝鲜 三浦五楼 他就请求政府明确的告诉他 在刚刚讲的这三种选项当中 到底哪一个才是日本的政策 不过他所接到的 确实三线有棚下达 叫他立刻上任的指令 所以没有其他的上层的明确的指导 三浦只好自己到了朝鲜 到了平壤 然后自己看着办 三浦前往朝鲜的时候 带了几名顾问 其中包括一个人叫做刚本柳之柱 刚本柳之柱是一个在朝鲜的态度 在朝鲜事务上面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这个极端主义者就是相信必须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朝鲜沉浮于日本 所以刚本柳之柱 他跟他身边的这些人 他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跟观念 他们认为现在在这个政治局势上面 最大的阻碍就是明飞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应该要除掉明飞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暗杀明飞的密谋事件 原本计划的是在1895年的11月执行暗杀 但是朝鲜的国王高中 这个时候受到明飞的影响 就做了一个决策 要解散训练队 为什么训练队是什么呢 训练队是一支由800多名装备精良士兵所组成的队伍 他为什么叫做训练队 因为是由日本人负责帮朝鲜进行训练的 要把训练队解散 这也是进一步要让日本的影响在朝鲜下降的一种作为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三浦五楼在钢门柳之柱的劝说跟刺激底下就决定你一个不只是要暗杀明飞 而且必须把暗杀明飞的行动提早 三浦五楼他策划的这个方案 但他还是有一个外交官的身份 所以他想的是要让日本把谋杀明飞的责任能够退得一干二净 所以那又要动用跟明飞明白的处于对立关系的大院军 所以故事就写下来了 故事写下来说这其实是朝鲜的内乱 是大院军发动了政变 进入到了皇宫里面 在政变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把明飞给杀了 所以十月五号 钢门柳之柱在三浦的安排底下 就以他要回到日本 所以应该要跟大院军表达敬意的名义 拜访了大院军 应该是这个时候 大院军就知道了他们要暗杀明飞的行动 到了十月八号的凌晨 就有一群刻意跟日本官方保持距离的日本民间的人士 他们闯进到大院军的宰底 另外钢门柳之柱 他故意假装他回到日本 但是却秘密的又从仁川回到了朝鲜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闯进去把大院军强行拖出来 然后把他塞进到轿子里 在前往王宫的路上 大院军停下轿子 叫钢本承诺 绝对不会伤害高宗以及王世子 事实上很可能大院军这个时候根本不清楚 究竟要发生些什么事 所以到天快亮的时候 六十多名浪人还有日本的士兵 他们换穿了便服就参与了这个行动 这个行动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然后日本闯进到皇宫里面 朝鲜握有实权的明飞 竟然就用这种方式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明飞被杀害了之后 当然日本跟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就进一步改变 可是日本还要考虑到这件事情不能够传出去 因为如果传出去的话 西方的国家又会视日本为野蛮的行为 会予以谴责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必须要予以掩盖 予以解释 更进一步的是必须要安排策划 跟新的大院军所带领的朝鲜政府 有一些不同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连串不是打完了战争 签了马关条约就解决了问题 后续整个东亚的各方实力 还在变化调整当中 如何继续变化调整 下个礼拜 东亚时的关键时刻的节目当中 再持续的告诉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